才从欧洲度完假返回美国的郝志坚 8月14日在长途开车返家途中 回复美国之音早些时候的采访要求 对于8月5日一篇发表在外交官网站的评论 引起争议做出回应 郝志坚表示台海局势涉及美国国家利益 眼看着一个完美风暴就要来到 他必须提醒美国政府重新审视 美国与台湾的安全关系 我们在和平道路上正迎向一个所谓的完美风暴 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的各种问题 和一个可能对美国来说是最头疼的台湾问题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 8月13日重申 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 维持对台湾安全承诺 美国必须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 不受中国的武力胁迫和恫吓 科比正是针对美国之音 援引郝志坚上述论点的提问 做出这个答复 对此 郝志坚说台湾关系法并非条约 它只是让美国政府应对台海局势 有一些选项不是对台湾的任何保证 对于自己文章引起台湾轩然大波 蓝绿阵营纷纷以文章中提到 民进党资助反政府示威运动的部分 相互批评指责 郝志坚说那不是他文章的重点 他对台湾竞选阵营的选举语言 没有兴趣 他也没有获得国民党或任何人的资助 他在乎的是 目前美中台三边关系大致稳定 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却不提马英九政府 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基础 九二共事 只是以模糊的维持现状作为主张 这就有可能把美国带向一个危机 郝志坚说 我在乎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负起责任 开始为自己的安全防卫付出资金 我在乎的是他们是否打算 将九二共事丢到窗外 去启动一个会把美国卷进去的危机 我认为我们必须好好想清楚这些问题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均 8月13号在国务院和美国副国务卿 布林肯会面后 重申了九二共事 对两岸和平发展 台海持续和平稳定的重要 张志均说 对这种和平发展道路 台海的和平稳定来说 最大的威胁是态度 这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当然 今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也有信心 能够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因为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到国家统一的这样的重大原则性的问题上 那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立场是非常鲜明 非常坚决 不可能有任何的动摇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复杂和最敏感的问题 美方在会谈中 除了重申一个中国政策 三个联合公报 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外 也高度赞赏自2008年以来 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 希望台海持续维持这个和平稳定的进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 任玉洋的报道 三个联合公报